阻击 王浩呢靠近这场比赛来仔细的观看 他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 马龙是速度零巧 衔接 而张继科呢是靠这种高质量旋转 好球 旁球 拉住 好球 难度很大 你看这个球马龙是加质量 这颗都拉得很好 但是突然出机会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准备不够足 也是中国队 现在李小冬教练 如果退的话 那么您是最资深的这个教练了 这个一般的运动员 然后 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运动员 而且他的身体条件和他的脚 在那么短的时间 实力比较厚实也有关系 还有他的质量高 包括他的正手的使用力 那么从拿完大满冠以后呢 可能就说 会有些一点迷失 就不知道 到底是这段时间 全段时间 所以他感觉在投入啊 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查了 担打冠军以后 最近慢慢自己心态调整 而且慢慢的 也给他做工作吧 慢慢也认识到这个 哎呀 跳了 中国乒乓球对 南队直通的最后一场比赛 就是张继科对马龙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 获得东京市乒赛 依靠着自己的实力 在大型循环的比赛当中 拿到第一张门票 参赛资格 张继科的第二局比赛 其实转折点 就是在6比5 那个高球 去一个机会的时候 那个球一向没 没把平平造成失误 还有被马龙抢攻 所以他跟马龙 都摆短的话 这个是马龙的特产 不是他特产 他的特产是反省 所以几个箱子里面 讲的就显得比较被动一点 马龙就要上手上的比较多 可以说堪称 是最优秀 最顶级的这种 反守弧圈球 就会进攻 漂亮 所以这球嘛 反正他现在 也是在训练里面 这个抽 从这种心理上来讲 他和马龙的交手 您觉得 技科 是不是会 发球 发球的话 他一个金手短 一个反守长 他这个质量不高 他领度不高的时候 马龙他是 所以正手为主的 所以你不高 他基本上车身 直接要正手拿你 所以就是反省给他对 对 这个时候他反省 所以他的白色相适 你是强项 就这个球是吧 好球 我没接好 抽个蛋糕 对马龙队落点没拉好 就被他打了个反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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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对方压力很大 对 打出那个 超出 对方想象和范围的球 对 他比较球发 很多人都拿过各种各样的 大赛的冠军 体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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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循环 对对大循环是最重要的时候 能够站在最久 能够打大循环冠军的话 说明你的整体实力还是在那里 一般的人说不太容易包冷 多球单练 专门就抽一板 掉一板 切一下 一般直拍才练切 现在都切 原来小花也切得很好的 小花是自然反应的 是 发裂 张继科 在 这场和马龙的 王者之争呢 现在 就战成了一瓶 稍后将继续被您带来双方第三局的比赛情况 撕的这种优势 优势并不大 所以这里面 双方 那几个球全给它封住了 所以一下在相持里面 机会有拿几个球 出力的非常好 所以就站在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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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跑 谁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应该整体来讲还是机会的素质好一些 非常注意磨练自己 加油 张继科 拽 跳 冲了 他在白点上不理精彩 然后你领的时候 刺身就抢拉了 这个球威胁挺大 而且它有个老底线牵着住你 让你这盘领的质量 不那么 91年到现在 91年 80分到现在 20多年了 不知道您一直在男队工作 我始终认为 就是说男队它有一种 就是说一种最成功的 一些核心的原因在哪 我觉得这个队伍 我觉得主要是 队员之间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问题 都是大家共同来解决 不是说是你的队员 我就不管了 我的队员我就不管了 就是说 团结 比较很团结 都是发展成功级出发 从整个全队的队里出发 做得非常好 特别我看到 像王浩结婚 这个情谊太重要了 对 对 包裹 清兴相惜 对 是这样 是这样 7比7 5局3上的 第三局 也成为了整场比赛的一个 最关键 最重要的 好的 发球 露台的一个漏洞 这个球被极客算掉了 漂亮 这个球马龙也非常果断 他看见极客第一个球晃起来 被极客测身了 张继柯 张继柯 而且我们看到张继柯情绪很激动 不次于这个世界紧妙赛 因为这场球 两个球他就翻车 所以比赛里面不好翻车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很大 好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四局 下这场比赛第四局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 还有王浩 还有王浩 他基本上也是 您还有生命力 您还有新的这种希望 寄托在凡政 这边好 所以就是来了以后 基本上就是每一场球 下来的话也可以回去找到一些差距 然后再去提高自己 现在第四局 马龙 这两个球啊 那三个半个半高 看着是个半高 他这种巧没挑战就了 那个球第一 看这颗球打得很冷静 领先一分5比6 6比5 是一分太短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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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世界 舞蹈什么原因你觉得 这个还是 因为马来说是拔的 拔上来的时候 这个球迹还到台 有点突然往上掉了 加厉 而且也没有变现 所以他也会想稳住 这个时候马来采取学生 拉他两个 好 我们来看九平的这两分球 第二板 好的 太多过来了 但季柯又简单 又把他接上了 这就是一种能力了 这个时候马来就掉位了 这个手的一把暴冲 当季柯非常地释放自己的一种情绪 因为作为大满贯得主量 拿出这样的状态 确实让我们很佩服 我们还是请吴敬平指导 就这场比赛给我们点评一下 这场球应该说 季柯掉动得非常快 第一局他上来以后 第一局他是几个关键球没处理好 都掉了第一 但是第二局他马上调动起来了 但后面你看基本上是 几个感觉他的心态比较平和 处理球啊 关键几个球 关键几个球处理得非常好 特别最后这两个球 马东西明显是有点保守 反正诗诗女士 为张继柯颁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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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